慈季57周年慶即将到来 慈季公传一行人前往县政府邀请县长徐正卫出席 5月14号要举行的2023玉佛大典 也致政了近师堂金色师傅悉心自作的寿陶 县长徐正卫诚实感谢慈季长期给予地方支持和协助 场面微信融洽 县长徐正卫感谢慈季上任的慈悲 他谈到疫情元兴之际 慈季会多次捐赠重要的防疫物资 在0918大地震更积极协助受灾互的安置和灾后附件的工作 可以花脸相亲无畏不治的关怀 佛法是安定人心的力量 人人本着佛性 希望善的力量能够让花脸更加灵际祥和 慈季之公表示 每年农历3月24号是此季的中年庆 近师金色师傅制作寿陶结缘 表达感恩之意 受老师近师金色师傅 慈季之公以及疫情烘培业者老板 师傅手作制作 原料与品质都做得相当好 就是为了表达对志工长期支持的感恩 慈季表达今年持续一佛大灵场地 周边有佛弹节慈善人文特展 展出佛教八大圣地遗址照片 将释迦摩尼佛一生沉住细处的故事 以及照片呈现 以及慈祭人依寻佛法的教法 身体力行在人群实践为佛教为终生的精神 走入社会公益 追随佛陀的本怀 处处是修行的道场 2023年持续御佛大典将会在5月14号上午7点到8点 在花林青司堂展开 全球直播之后 下午4点民众可以吸加贷券 随喜遇佛欢迎民众前往利临 而这次与会的人员包括了 慈禧基金会公传处专员陈寅谦 公传处公共关系组助理专员林志化 慈禧志工黄毅峰 以及花林千副县长 严新章以及秘书长 楼中等的人 记得继续华特导